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现在具体说一下 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哪些债务风险 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地方政府债务 中国的企业债务 还有现在我们说的影子银行活动 另外呢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会讲 我认为呢 中国的国际收支也存在着问题 另外呢 跨境资本的流动也存在着问题 这些问题呢 也可能会导致债务危机 当然这只是一些可能性 那么中国目前的债务的总体情况呢 这都是官方数字 对吧 公共债务含地方 中央和地方政务 债务总额呢 应该是这个最新的数字呢 是21万亿 居民债务是2万亿 公司债务的这个 这个判断的是非常不一样 有人说60万亿 有人说57万亿 有人更小 那么我们把这些比较大的 这些债务数字 加的一体除以GDP的比呢 是160% 就是中国的总债务对GDP的比是160% 那么这个比例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但是呢 应该看到中国的债务形势呢 依然是可控的 中国的债务对GDP的比 显著低于世界上主要国家 比如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前 它的总债务占GDP的比是369% 日本呢就更不要说了 目前仅国债一项 它就超过了GDP的23% 这是第一 就是跟那些国家相比 中国的债务是应该引起我们警觉的 但并没有到达 跟其他国家相比 那么严重的地步 第二呢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 中国有2万亿美元的净资产 第三呢 中国还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 具体数字 我不知道 我相信这个李先生知道的非常清楚 我这里只引用一个数字 一百万亿 到底是多少我也不知道 那么跟日本比一比 日本 2012年9月末 企业债务是252% 居民债务是77.4% 政府债务是231.4% 大大高于中国 那么中国的这些债务里头比较显著的 是中国的企业债 那么当然企业债的统计 也是没有什么特别权威的根据的 但是根据大多数投行 一般的看法来讲呢 是认为中国的企业债 我们社会科研的研究呢 是110%左右 有些地方是研究的 有的地方是150 160 甚至更高 那么这是这个投行的一些看法呢 那就是说 中国的债务呢 是超过了100% 在120%以下 在全球名列前往 那么其他债务情况 相比来讲是比较好的 这一项是比较危险的 是比较高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 中国的储蓄是其他国家 所不能相比的 所以也很难 简单地说 由于我们企业的债务很高 就一定会出现债务危机 那么我认为最危险的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地方政府债 到底是多少 首先我们不知道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这人得了病没有 我们不知道 这个各项指标是多少 我们也不知道 而且我们看到了 许多矛盾的数字 所以特别希望 统计部门 对这个事情呢 加以高度关注 给我们提供一个 比较准确的数字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我认为现在是 最危险的事情是 我们不知道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 我们也不知道 地方政府 未来的偿载能力是多少 我之所以害怕呢 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我的感觉 我们跟地方政府 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 地方政府 有没有还债的意愿 有没有还债的能力 我表示怀疑 优优独播剧场——